背景是時代廣場 希望我們都跟得上時代 那今天的話 我會希望可以快一點 或用比較效率的方式 所以投影片會有一些些不一樣 那就... 夠吧 好 川普正在做什麼 把什麼東西講得清楚 他的感覺 把他的感覺闡述清楚 什麼樣的感覺 這一坨在講他的什麼樣的感覺 over 後面就是加名詞 the appointment 就是指派 指派誰啊 他的前任FBI的director 被指派的這個人去調查 調查什麼 後面這一坨都在講他調查什麼 調查 宣稱的 就是宣稱的 宣稱的俄羅斯的影響力 在總統大選上面 就之前美國總統大選 俄羅斯就是 就是俄羅斯 很多人會講說俄羅斯會有影響 所以宣稱俄羅斯在影響 就是美國總統大選 那就是之前有指派一個那個FBI去調查 那所以就是川普今天就是說 把我對這個事情的感覺 給闡述清楚了 好 那我尊重這個舉動 但是呢整個的事情呢 就已經成為 現在完成式 已經成為a witch hunt 就是獵巫婆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 以前呢就是中古時代 他們就是很討厭巫婆 就會把巫婆抓起來 抓起來去找巫婆 然後把他掉在十字架上 然後把他燒死 那這是一個很恐怖的事情 他只是說 闡述這個事情就有點像是 就是趕盡殺絕的意味 好 然後這個 這邊是沒有任何的一個勾結 在 在什麼地方 兩個地方勾結 就是我自己 myself 還有我的campaign 我的競選 就是我的競選跟我自己之間 其實是沒有任何勾結的 我是清白的 但是我可以 一直都可以 speak for myself 一直為自己所講話 但是呢 俄羅斯人 0 沒有辦法為我講話 好 那我們看一下解釋 今天應該沒有解釋啦 哈囉 又到了川普 但是今天就不要講川普好了 因為他就是一直喊冤嘛 那這個的話我們大家都知道 他每天都在講一樣的新聞 那我們就跳過 太開心了 我們跳過 那我們聽下一則 警察說 警察說 他們覺得 車載到紐約的時代廣場 殺了至少一人 被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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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台車是酒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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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代廣場 美國十代廣場是非常有名的地方 就像台北的中神經驗堂那樣子吧 應該比較像是101那邊 然後結果他就開了一個Honda的汽車 就直接衝到人群當中 目前警察說的話 通報目前已經有23個人受傷 但是有一個女性已經不幸的 年輕的女性不幸的往生了 那長得其實也蠻漂亮的 那就是這樣的話 警方說這已經不是恐怖攻擊 這其實只是一個酒駕的案例這樣子 那之後我們再看後續的發展喔 重點可能是他很漂亮吧 好啦 那聽下一則 好啦 我知道你不會 就是巴西的總統啊 這個人 Timmer Has given 已經給了 已經給出一個robust 強壯的 強健的一個response 就是回應 回應去什麼回應 就是關於新聞 那後面這一坨 加粗帖都是什麼樣的新聞 解釋這個新聞 他在under investigation 就是被調查中 for corruption 就是貪污 就是說他正在被貪污的調查 就是他因為貪污而被調查當中 就是關於這個新聞 他做出了一個強硬的回應 什麼回應 我不會辭職 我重複 我不會辭職 好啦 不管 那我們聽一下故事吧 這什麼意思啊 這邊啊 這個巴西的總統啊 他現在就面臨一個貪污的指控嘛 然後他一直說他絕對不會辭職 絕對不會辭職 那這有什麼用呢 因為人家已經給他的錄音檔 就是他跟人家討論那個賄賂的錄音檔 已經被公開了嘛 就是已經被錄起來了 那而且很好玩的是他前任的 前任的巴西總統 就是被彈劾的 就是因為貪污 那現在他又重複一次 是又來一樣的事情 所以巴西就目前這些股票啊 就是因為他又不辭職 所以他今天股票就下跌了9% 那這很恐怖的 在台灣跌停10% 10%是最高跌幅一天 那今天巴西已經跌了9% 真是很酷耶 好酷喔 聽下一則 好 這個非常短 首先先看一個有趣的東西 總統公園 這什麼? Park並不是公園 他是韓國的姓 叫普 普警惠普吧 所以Park 普總統 Beauty treatment 就是做美容 就是美容的一個 Treatment就是對待 美容對待 美容對待的問題 什麼樣的問題啊 給南韓的問題 南韓的什麼 南韓的 就是被驅逐的 就是其實是被下台的 就是被下台的總統普警惠 就是說他有一個 有一個關於美容的問題 那什麼問題啊 聽一下 好這是關於 南韓的普警惠的一個新聞 但是他去 去居留所那個牢房裡面的時候 他曾經就嫌那個牢房太髒了 所以想要就是希望可以貼 新的壁紙才要進去 現在要爆發出 就是說有他的那個 私人醫生 想要就是在他放暗 放暑假的時候 就是幫他做那個拉皮的手術 那這個機會叫做什麼 年輕的拉 那可是問題是 問題是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坐牢還會有那個暑假 但是這新聞這樣寫的 所以這個南韓總統 我看接下來日子 可能也不是很好過 因為就是這個醜聞 醜聞一直爆發開 就是他一直享有這個特權 就是了 好那就我們繼續看下去 應該拉也沒辦法拉回15歲吧 好那我們就最後一個新聞 好好好 最後一個加緊 我們reveal reveal是揭開 我們要揭開什麼 後面都在解釋 揭開到底是什麼東西 一個200萬的 一個美金的 一個回收的挑戰 是什麼呢 聽一下解釋 不要走 好的 這其實是一個 麥克阿瑟基金會 他所創的一個獎項 那這兩個 這個200萬其實分成兩個 100萬 第一個100萬說 比如說你如果可以發明一種東西 是讓顧客可以得到這個產品的 然後並不會消耗 就是垃圾袋 或是塑膠袋 或是塑膠的產品 那這個主要是集中在那個 就是 focus on 就是小型的產品 比如說像大家知道吸管 吸管上面 你那個吸管的套子是不是就塑膠 那這種東西 我們是絕對不會回收的 所以他並不是說 現在我們已經做成了 而是未來我們希望 他可以減少這個東西的使用 那第二個100萬呢 就是有一些東西 就是用一些多重的材質去做的 比如說就是像 裝餅乾的塑膠袋 或是一些外面 那這種東西他又要保鮮 所以他的材質不一樣 那他希望說 有沒有人可以研發出一種材質 是可以讓他重複使用的 那這兩個獎項 也才有他存在意義 對不對 那就參考一下 如果有化學系的 可以考慮參加一下 但是這個應該很難 好 今天就到此為止 但是剛剛解釋一下 他說重複使用 不是說可以recycle 就是可以回收那個材質 就像餅乾 我們像孔雀皮 剛外面不是有那個材質嗎 就包著 然後亮亮晶有點有鋁 還有魚 還有什麼 那種比較特殊的包裝 所以其實這個 100萬並不是那麼好拿 今天就是稍微改變一下 就是稍微先整理一下 再跟大家解釋 這樣應該會讓他比較清楚 如果有什麼問題 就請一定要跟我們講 就直接text在我們的 official account就好了 好啦 就這樣 晚安